这期视频我教大家把联想电脑的NVR示范转换为GVT的 把这个U盘插入电脑 插入电脑的同时重启电脑 重启电脑的同时按住这个U启动的快捷键 我的联想是F52的 按住 这次选这个USBHTT 回车 这次选第二个新机器回车 把这个关掉 这次我们打开这个分析工具 我鼠标动的这个双鸡头 这次在这个磁盘这里 大家注意看我鼠标动的地方 肉件 转换分析表类型为GUID格式 这个格式就是GVT格式了 然后点一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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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点一下左上角的这个保存杠杆 确定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需要在C盘这里分出一个盘出来 调整分析大小 分析后布空间 建议300兆以上 我这里用500兆吧 500MB 这次点开始 点4 点完成 这次会看到有一个空间的盘在这里 肉件它 建立新分析 行选择文件系统类型 这里我们选这个EFI的 EFI开头的 大家不要选错了 选这个EFI开头的 EFI的 之后确定 这是点左上角的这个保存杠杆 点这个4 点4 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多出来这个ESP的这个盘 但是这个盘就空了 我们等一下给它做一下 那个引导 做引导之后 这个盘就会多出来 那个引导文件 这个盘就是咱们存放 那个引导文件了 打开这个 我水包动了 这个所有程序 系统工具 系统工具 找到这个 DISM++的双击它 这时点确定 这时接受 这时选中你电脑的这个 版本 我的是这个 通常都是在右边的这个的 找点这个恢复功能 左上角有个恢复功能 点一下引导修复 确定 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返回这个工具 盘这个工具看一下 刚才我们新建了这个 ESP这个盘 大家就会发现它多出来的 这些东西有没有发现 这些就是引导文件 已经听到引导成功了 没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我们重启电脑 重启电脑的同时把U盘拔出来 我这台联想还是比较顺利的 它不需要设置那个Bros那里 有一些主板是需要设置的 设置那个UF I 启动 如果你不设置的话 它进入不了系统 已经可以进入系统了 没有问题了